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要旋转寿司 开上去满道溢出来有多瓶吗 每次去吃旋转寿司 我都会嫌上面的料给的太少 为了堵住我的嘴 同时就给我介绍了一家满道溢出来的寿司 溢出来的寿司 四天王 这门怎么打不开啊 原来是一开来的 说好的旋转寿司 转盘上却连寿司的影子都没有 想吃什么只能让师傅给你献您 不过你用点 师傅说寿司马上就来 那泡杯茶的时间总该有吧 这也太快了吧 看上去跟图片上的差不多 这个鱼鱼看的时候新鲜啊 抱歉嘴太小 差点没塞进去 一出来的不多不少 刚好一口 这哪是一出来的 这是故意撒加温暖的吗 这叠了一层又一层的蟹腿肉 数了一下刚好六层 还撒了两根 这个给我们分解一下 不然没办法吃 褪去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小腿肉 底下肥厚的大腿肉才重建光明 你要怎么感谢我 这螃蟹不仅不咸 还有点甜 小腿肉不撒的 大腿有点甜 小腿有点咸 天虾溢出来的稍微多了点 数了数刚好四只 这一口要包多少只香 别看这虾小 它的肉还是很灵活的 吃起来相当的鲜甜软糯啊 龟一子寿司虽然看上去一颗颗晶银剔头 我猜这龟一子会很咸 你猜没用 得吃了才知道 还好啊 放开后的汁不是那么咸 你何可猪只要看 以后吃加油一下 很明显光吃四天王根本吃不饱 于是我又让师傅帮我捏了个金枪鱼大 这得蘸酱油 看这颜色就好吃 主厨跟我推荐活的车轮霞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应该不难吃吧 尾巴部分的咳 轻轻一拉 就下来了 这个车轮霞 非常地有弹性 你看就是练过的 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安康鱼干 肯定得来上一碗 这鱼干感觉被配酒喝 口感烧烧的 我还以为这 满满的一整碗都是安康鱼干 结果下面是萝卜丝 居然不受欢迎 居然不受欢迎 收拾刀 适会 是 居然不定 但是 我还以为我